啟時錄,我從來沒有講過任何關於啟時錄的東西 有沒有講過一點?沒有 啟時錄本身的作者就是士徒約翰 他的背景就是,他這封信是在拔摩島寫的 他什麼時候在拔摩島的時候會出現呢? 就是他年紀大了之後,他就在拔摩島被皇帝放逐去那裏 為什麼放逐去那裏呢? 就是因為他是唯一一個使徒死不去的使徒 是信不到道的使徒 那個因素就是他們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歷史學家將這件事寫下的 是一個猶太人來的 他寫下的文獻就是 就是說當時那個皇帝想找當地裏面 優格,野食分回去 嘩 優格,你咬著骨子 拿回去 拜拜 教姐起碼聽得明白 當時的皇帝想出名很簡單 找耶穌基督這些行神職的使徒 把他們一個一個當眾處決殺死 他們就會突然聲明大噪 所以他們一個一個都沒有好下場 到了士徒約翰 差不多殺正士徒約翰的時候 想殺約翰的時候 就丟在羅馬的鬥獸場那裏煮了一個滾油 那皇帝就把約翰丟到裏面的時候 就發覺約翰在裏面 一直都死不去 很疏忽 很疏忽 一直都死不去 所以到最後整個羅馬鬥獸場 那個位置的 親眼看到這件事的人 就全部都一下子就信了耶穌 所以就搞到皇帝很害怕 也不知道怎樣對付他 殺又殺不到 每個人都殺得到 唯獨約翰殺不到 所以其實他殺不到的時候 搞到人們信耶穌的時候 就更慘過他起初想立威的時候的樣子 但他從此以後又不夠膽去怎樣對約翰 所以他到最後就放了他 留在拔摩島 拔摩島當時有一座很大的監獄 但他不是住在監獄裏面 他住在拔摩島監獄的外面 他去服侍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宗奴 在拔摩島的時候 他就寫了這本契事錄 而很多人當時懷疑這本契事錄不是真的 因為他覺得 為何寫得那麼了草 為何寫得那麼時彈 沒有修飾 不像約翰你平時寫的性格 你好像挑花一樣寫 在他看福音或約翰一二三書裡面 為何你寫成這樣 那些人懷疑不是約翰的 很多學者最後都認為他都是約翰 因為第一他自己寫下了他的約翰 第二他寫下當時的背景 全部都是很契合 而且他流傳出來的時候 這一卷書其實不是靠去哪個位置 是當時一直流傳下來 因為很後期 所以到最後沒有太多人懷疑他 很多人今時今日走回去懷疑他的時候 其他學者覺得這一定是約翰自己親手寫的東西 而為何寫得那麼了草 到最後發覺可能是因為最後那章的時候 耶穌親自警告哪一個暑改這個啟示錄的人 刪改這個啟示錄的人 就會有災禍 所以因此可能他寫完最後一段時間 他自己也不敢改 而耶穌在中途的確叫他快點寫下 所以又吹著他來寫 然後死完之後他又不敢改 所以就很可愛的約翰 設合他的性格 所以因此 你說是不是每個使徒都這麼轟轟烈烈的殉道 其實不一定的 第一就是我們很出名的保羅 都沒有人可以知道正確的死 很多人只是估計他殉道而已 有些人說他病死 有些人說他病死 甚至有些人說他病死 甚至有些人說他不知道他病死 他們很奇怪 但是第二個是約翰 有文獻記載他死不去 信不到道 信不到道是忠勞而死 不關他的事 他真的有下過滾油 所以到最後就說 之前 歷史記載他下過滾油 是歷史記載 在我本書裏有找到一個記憶 是哪一本當時流傳下來的歷史書 那個是歷史學家 是羅馬的歷史 不是羅馬的歷史 那個是猶太人 應該是 不是我說他本身是羅馬的歷史 是 有記載到的 是 是 有這些證據 抄下這個事跡 那個人就是 一個記載猶太人歷史的歷史學家 是 把整件事全部寫下來 那 那個 是 他真的扔下去 又 扎他不用 是啊 所以成功抖授租 那些人就信了 整個羅馬很震撼 很震撼 很震撼 你在羅馬抖授租 看著 那些全部是貴族 那些貴族就全部信了 所以為什麼其實 羅馬的皇帝 跟著那一代 不知道兩代 就信了耶穌 那你當那個當時的羅馬王 是 如果見到這樣的情境 他沒理由不相信 他沒理由不相信 對 很出色 很對的 但他也沒理由相信過 他只是因為當時的 是因為那個王位 如果他相信的時候 是被人推翻的 因為 你帶他來executions 你如果信了你就很沒面子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但是你一定 你一定不可以相信 但 政治上你不可以相信 人性上你一定要相信 他在那一刻裡面 就有最大的落差 因為起初找他來玩東西 明白嗎 所以那一刻有個落差的時候 他可能就算不夠膽相信 他都很想相信 所以為什麼到最後 他不敢對若寒下手 就放了他拔摸 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他 難道我皇帝來到 求你叫你卸臉我 如何管治 整個國家都倒閉了 那時候羅馬也挺厲害的 說不通 說不通 耶穌令到 猶太社群的一個兩難進退 殺他好不殺他 釘他上十字架 釘他上十字架 跟約翰一樣 說打叉來講 是 是 導致到凡帝方 在這個羅馬裡面出現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政治 根據 一開始就是因為 根據同一個歷史學家 他又記載了 記載了 比德 為什麼 以及如何 在羅馬裡面開始 他第一個團契 是 那個就是第一代的梵帝方 是嗎 第一代的羅馬 教會 是 因為有些異端的禮手 就是那裡 丙那個人 然後說回福音的時候 他就扎在那裡 就是羅馬開始 那 你說有沒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 因為其實這個皇帝之後 不知道哪一代 就已經信了耶穌 一個皇帝信耶穌 整個羅馬政權都信了耶穌 所以到最後其實說 你 如果耶穌基督的 寓言 他說 復國 他說 敵人 攻擊我們 他一定會被 殲滅 其實羅馬被基督教 殲滅了 是真的 因為信了主 你殺那個主 到最後你全部信了 你殺那個主 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 conflict 其實上帝的手法 是很令人佩服的 人家擋也擋不到 因為精神上的東西 是刀和槍擋不到 Anyway 所以其實你 反過來看之前 對使徒和約翰的promises 你發覺耶穌說過一句話 都不可以說過就算 記不記得那一刻 彼得問 不行 約翰就是耶穌所愛的門徒 彼得就問他 這個 這個人將來會怎樣 三次不認主之後 跟著耶穌就叫他 慰養我小羊 跟著他就說 以後你的日子有人會綁起你 帶你上公會受審 跟著跟他說的很慘 跟著彼得就去問 那他怎樣 約翰 耶穌就說 如果我要他等到我回來的日子 又要與你何干呢 因為這個記載在約翰福音 自己的福音書裡面 約翰就自己去解釋 就是說 其實耶穌的意思不是說 這個門徒會永遠活著 因為他就寫了從此 因為這句說話 很多門徒就以為他不會死 永遠活著 跟著其他故事 就抽了這些水 就說他是吸的殭屍 他源頭 不會死 而摩套 跟著 但是他自己解釋完之後 其實就是耶穌也想說 關你什麼事 不是說這個門徒不死 說的就是約翰自己 那個人就是約翰 自偏自道自偏 但我始終覺得 約翰這個傻子 經常都是 他說的話 他說的話 很多時候是 一廂情願的說法 到最後 究竟是否沒有 復興到這件事 可圈可點 就是耶穌說的話 會不會 口輕輕地說 說你不會死 那你會不會不死 但是耶穌沒有說他不死 他說他可以再等到他回來為止 好了 那約翰現在已經死了 那他究竟在哪裡呢 我就是說 啟示錄怎麼算 啟示錄 正正是將我們都未見得到的 將來耶穌再回來的日子 完全的啟示 in terms of visions 和真正的耶穌 真正的事將會發生 真正的世界將會怎樣 向他一次過完全的顯現 而他要見得到這個顯現 在拔摩島的日子之前 已經好像死不去那樣 被滾油炸到沒有事 到最後 你發覺耶穌基督說的話 是可以復興到 他真的見到耶穌再來的日子 是唯一一個可以見到耶穌再來的日子 第二件事 耶穌只要 不是 在異象裏面 約翰見到耶穌 再一次回來這個世界的時候 那個異象 全盤的啟示 我們都未見得到的東西 他在當日已經見到了 所以他真是 很老實地說一句 他見到耶穌再回來的日子 已經 所以復興到耶穌再說一句說話 反過來他自己 以為耶穌再說一句 但實際上 在啟示篤裡面 他見得到 我想說 耶穌再說一句說話 不是我們那麼輕輕 是可以抹去的 他怎麼都會找一個方法 正確認自己說一句說話 另外一句說話 他跟瑪利亞說 這是你的兒子 然後跟約翰說 這次看你的母親 從此 約翰福音裡面寫 這個門徒 即是他自己 就接了馬利亞回去 做他的母親 對不對 最有趣的一件事 這句說話 是耶穌說的 耶穌把他媽媽交套給他的時候 他就要確定他死不去 如果不是 約翰怎麼侍復馬利亞宗老 所以其實他批評 你可以侍復馬利亞宗老 的一句說話 就連帶聖利 是不可以 比馬利亞 死的 所以其實 他說的每一句說話 都會正確認 在歷史裡面的時候 你看得到 人可能看 耶穌說的說話 很輕輕 但耶穌說的每一句說話 都真的會出現 所以可能 因為很多 耶穌的決定 令到他無論怎樣都死不去 令到那些皇帝害怕 不再這樣搞他 我不夠膽說 那他是不是真的死不去 如果你知道這些事情的話 你試試撤他的頭 來斬殺他的手腳 我不想他死不去 上帝做事也有個限 但是 其實那個皇帝 因為這件事 就會對他有個懼怕 所以在合理的情況之下 都不會再殺他 他真的 在歷史裡面 那個 那個不是基督徒 那個歷史 抄下 他真的寫到 在拔摩島裡面 他伺服了馬利亞宗老 這樣去伺服了他 所以其實是 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 一個基督和 使徒約翰的關係 所以 反過來 因為這些蛛絲馬跡 我們又看到約翰的性格 約翰的性格 就是他收到耶穌基督的 Revelations 而耶穌就很喜歡 找這個傻子 就不斷扯一些 Revelations給他 但是他又不明白耶穌的 Revelations 那個Revelations來不了 但是耶穌就很喜歡 扯一些你Revelations Revelations就是 你明白了啟示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其實他不明白 但是耶穌就很喜歡 扯一些很棒的異象 是這些不明白的人 我反過來就說 又不叫你扯一下 又不叫你扯一下保羅 又不叫你扯一下路加 這些異象 老實說 如果啟示篤給保羅 我想他可以解得很清楚 反過來 可能耶穌會覺得很沉悲 如果啟示篤給路加 可能他會細節很長篇 玻璃玻璃是怎麼做的 什麼顏色的玻璃 翻不翻光的 寫下來的時候 就很吸引 耶穌很喜歡 將他的啟示給約翰 約翰福音可以記得到 啟示篤也可以記得到 所以因此 約翰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傻子 門徒 去形容約翰的時候 我們看啟示篤的時候 也很容易明白 啟示篤不可以是任何深奧的東西 一旦深奧太多的話 第一 他就不像耶穌基督的風格 像我們人意去解釋的風格 背景就是這樣 他年紀老的時候 就得到一個異象 他將這件事抄下 你會發覺 在聖經裏面 一切的書信 沒有一卷書信 是耶穌基督給他的信徒 唯獨這一卷書 是耶穌基督親自 約翰寫下 所以我們只得一封信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 就是啟示篤 所以作者是誰 作者是耶穌自己 是嗎 約翰是白白身代筆 他老人家都可以寫得這麼誇張 是的 不過我想他也不是太老 雖然他年紀都大了 有沒有估計他幾歲 我想四五十左右 我想四五十左右 那時候四五十歲已經年紀大了 醫學還未太聰明 OK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 就是神賜給耶穌基督的 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的眾伯人 指示他的眾伯人 就是服侍耶穌基督的人 所以這些啟示是上帝交給耶穌基督 叫耶穌基督給他 跟隨他的伯人 OK 眾伯人 就是說不只是to 約翰是全部服侍耶穌基督的人 他就差顯示者 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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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悅便將神的和耶穌基督的見證 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念者書上預言的 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已有福的 因為日期近了 第二章裡面 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 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到上帝 上帝給了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給了一些伯人的時候 可能出了一些使者 那約翰receive的時候 他說他將自己所看見的 都證明出來 即是說他得到的這一組的異象 在契基督裡面是Vision 是Visual 即是像圖像 或者是播影片 或者是親身經歷的 不是文字 不是聲音 但是圖像 圖像當然包括聲音 念者書他盡量寫下 在念者書上預言的 和手所聽見遵守其中 聽見又遵守其中很奇怪 什麼叫做 聽見prophecy又遵守 prophecy又覺得遵守 其實他只不過是說 NIV都發現不到 他發現了 take to heart what is written in it 就叫遵守 是啊 我們知道這些語言 聽見的 又不斷讀的 who reads aloud blester is the one who reads aloud 很有趣 他念的 念者書上的時候 不是我們中文這樣看 而NIV 他翻譯出來就是 read aloud 誰拿著他來大大聲讀出來的 of the prophecy and blessed are those who hear it and take to heart what is written because what is near 即是說 如果我們將這些東西 不斷記在心裡的時候 在我們日子裡不斷過的時候 我們知道什麼事的時候 blessing就是從這些situation而出現 because the time is near 現在更加near 約翰寫信 及阿世亞 他愛我們 用自己的血屎我們 脫離 有古卷作 使去罪惡 約翰 約翰 約翰本身的名字 本身就是 耶穫華的恩典 寫信給阿世亞 當時那個地方 當時 對於他們來講 整個世界都是阿世亞 以及 東面爾東那邊 地球後面的行物人 都不會太知道 他差不多是整個世界 七間教會 但願從 七間教會 我就發了一張照片給大家 看清楚 我七間教會 在土耳其的一個圈子裡 可以嗎? 看到七間教會 這七間教會 其實是在那裡 如果你搜尋一下 每一間教會 就沒有一間還存在 但是呢 有很多間教會 七間裡有幾間 他們的遺跡 柱 地基 都還存在 現在 有空 如果有機會可以去 這七間教會 看看 寫信給這七間教會 但願從 色在今再以後永在的神 色在今再以後永在的神 色在今再以後永在 希伯來文這幾個字 可以配搭 耶和華這個字 所以其實 你記得到 他在用一些 猶太人才明白的語句 或者可以說 他本身很喜歡 經常用這些語句 你記得到 猶太人知道 這就是 耶和華 色在今再永在的神 就是耶和華 因為 色在今再永在 都是耶和華 這個字 Yahwe 和他寶座前的七靈 七靈又會被 成為一個 叫做完美的靈 究竟是七個靈 七靈 還是 the seven spirit 第七個靈 還是 完美的靈 很多說法 我們看前後 因為是七間教會 七間教會 是否是第七的教會 還是完美的教會 不行 因為 他有逐間數出來 那就是 七間教會 如果七間教會 一間一間去的時候 七靈都應該是一個一個這樣計 並那誠實作見證 從死裡首先復活 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 又因為平安歸於你們 他愛我們 用自己的血使我們 脫離 罪惡 使我們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 作他父神的祭司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 直到永永遠與阿門 好了 說完了 繼續 看那他駕魂降臨 眾目要看見他 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 者說是真實的阿門 其實這件事 就是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 究竟誰刺傷耶穌基督 羅馬兵 沒錯 所以你知道當時 約翰寫這封信的時候 那個背景其實就是羅馬和他們 他們和羅馬 而當時要擊殺眾信徒 或者要擊殺每一個使徒 他不是真是憎恨他們 只不過是找他們拿財 因為他們是上帝奴的人 你拿他們來做Public Execution的時候 名字很大很厲害 所以其實 那些人就是像他的 很多人以為這些猶太人其實不是 是羅馬兵 就是那班 你不信耶穌是基督的外邦人 你們都要見得到耶穌基督的榮耀 今時今日每個人都要見得到 都不用當時看見 你有哪個地區 哪個世界社會 未見過耶穌基督的威力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 這說是真實的阿門 因為 很大的問題就是耶穌如果是真的 神如果是真的 對於這個世界來說 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取向和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一個假設就是上帝不是真的 宗教不是真的 所以其實全部都是這樣 主神說 我是艾拉法 我是阿門家 事息在今在以後 永在的傳聞者 去得很遠 我不是說他真的跟猶太人說話 我只不過覺得耶穌跟約翰說話的時候 是應該是希伯內文的 那約翰寫下的時候 又要用希列文 所以其實如果約翰寫下 Alpha Omega的時候 他們兩個說的時候 他會不會用希列文來對話 說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門家 不會的 我覺得他應該說 I'm Aleph I'm Tav 那你抄下的時候 我就說 I'm Halpha I'm Omega Aleph Tav 這兩個字 是希伯內文的第一個字 和最後一個字母 但是這兩個字母 經常會在舊約的神秘地方出現 譬如說 舊約裡面的 第一句 起初神創造天地 希伯內原文 就是 起初神創造天地 六個希伯內字中間 有一個符號 叫Aleph Tav 就沒有人 解這些Aleph Tav 而這Aleph Tav 這兩個字母 黏在一起 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但是就在舊約聖經的 scroll裡面 everywhere 知道嗎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兩個字 我有沒有說過給大家看看 Scripture for all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 是 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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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做了PDF 還不夠 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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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袋桿 这幅图画第一行,希伯来文是右写到左,但英文是左写到右 所以为了英文人怎样去读呢?全部是左到右,但只能从每一只字切出来 每一只字切出来的时候,在哪一只字看上面的符号的时候,就要从右看回到左 所以一开始,你会看到BARASHIF 这个字,BARASHIF的BAR字,其实在上面符号的最右边那个,好像一个手位 不是像一个头发,是这个BAR字,所以因此BARASHIM 你看到皇冠这个SHIM,是右边的字读到左边的字 BARASHIF,这个字就是现字坚灵的意思 BARASHIF,你可以听到BAR字 BAR字就是右读到左 BARASHIF的RA字就是ALEV这个字,就像我们英文A那样 BAR就是B BAR ARANHAF 啊LEV你发现英文就读到出来,会知道 看着ATH 看着ATH ALEV就是右上的那个TOWX的符号 TAF就是左边的那个东西,有读到左的,对吧 BARAS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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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BARASHIM 这个就是创世纪的一章一节 所以你发觉创世纪的一章一节 如果我们结婚的长刊封面就是这一句 如果我们不去理会 我们没有一个revelation of a laptop 我们看到第一句的经文只有六个字 而六个字这么有趣 就是六个字本身就是代表人的数目 men 六这个数目是人的意思 七就是perfections 六就是men 所以六是人的意思 而你发觉我们如果明白了 arevelation of a laptop 我看到第一句原来有七个字 只不过有一个字是不翻译出来 而在这本翻译里面 见到arevelation of a laptop 都会用两个箭嘴 放在一个位置 所以你见到两个箭嘴 你就会知道有一个arevelation of a laptop 但这个符号是完全无意思的 对不对 中间的字ath 第一行 右边的数目是arevelation of a laptop 就是arevelation of a laptop 是否有两个字 只要看第一行 那些蛇仔纹 中间的那些 刚刚在其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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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一个字母 两个字母 右边的是arevelation of a laptop 左边的是tap 所以叫arevelation of a laptop arevelation of a laptop 行不行 所以 其实你一开始就是说 如果 I am Aleph I am Tav 就是说耶稣说 我是Aleph Tav 的时候 你就会在旧约里面 找到耶稣基督 在很多地方里面 比如说 就用这句 in the beginning he created Elohim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起初神创造天地 Elohim 里面你也看到Elohim的谁 是谁 若干真的得到这个revelation之后 他才写到 若干福音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财 道就事神 下一句说话 万物都是值着他做的 他才知道Elohim里面 哪一个位价 是在做这个 所以我就 take it as Jesus 的signature 你很多时候 看到耶和华 又看到耶和华 耶和华 叫伊利亚去山洞等耶和华 蛤? 你两个都是耶和华 耶和华 叫伊利亚去等耶和华 耶和华 在动中显然 跟你说 这么多个耶和华 为什么? 对不对? 好像有两个耶和华 如果你看到有Aleph Tav 的时候 你知道哪个位价和哪个位价 一个可能有 一个可能没有 所以在Aleph Tav 你重新看一下的时候 你会知道有很多个奥秘 对不对? 而你发觉 Heaven and the earth 的时候 Heaven and the earth 中间也有Aleph Tav 在那里 那个N那里 对不对? 起初 神创造天地 OK 你有没有看到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的N字那里 有一个U 点 ATH 这个 Yuthevahe 这个Va 就是这个U 其实就是一个N字 不需要加TH 不需要加ATH 不需要加ATH ATH 也是Aleph Tav 所以你会发觉 下面的N字 又有那两个电锤符 在那里 所以你会看到 Heaven and the earth 原来从上帝世界的Heaven 和我们这个世界的Earth 是需要基督在旧约 Genesis的时候 已经是他维系着的 那你会发觉 即是什么 哪一个 才是将 上帝的世界 和这个现世界 connect着 那个connections 那个上帝的慧格呢? 你知道原来是 以耶稣基督里 固定着一切的东西 不过那句话 是在保罗西书里面 是Christ 自己 sustent everything 所以其实 在旧约里面 原始的scroll的时候 其实已经看到 耶稣在everywhere 但当他只要他说 我就是Aleph Tav 的时候 很多Revelation 放一后就会出来 所以在旧约 看旧约的时候 慢慢论的时候 就有很多东西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说回 我凭什么说 耶稣基督是Aleph Tav 就是这句 在启示的时候 在启示 将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 这个 这个signature 早就已经埋藏在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的signature 行吧 我是阿拉法 我是奥摩扎 不只是 说我是首先 末后那么简单 是啊 是启示 Revelation 这本书本身就是启示 我说我从创世起 这时候埋藏了我的 签名 我现在一次过和你讲出来 那些人就看得到 哇 原来是这样的 我现在都可以猜得到 色稀网来文是会很好的 所以其实 为什么普罗说 我们这些 野橄榄 插在肥筋上面 都已经有那些 跟何方 原生的橄榄 重新插上记录像 跟何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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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 会拿回自己的 grace 的 那个地方 撤除自己的 law 的mind 跟随耶稣的啟示 的时候 我相信上帝 真的好像 Rushing Green 会回到他们 主以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加 是色在今在 以后 永在的全能者 的在今在永在 刚才说过 就是耶和华 我若看就是你们的弟兄 我你们 我若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累的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父耶稣作的见证 神在那名叫佛摩的海道上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庭见在我后面 有大声音而吹号 书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杂与尔瑟所 赤与尔瑟所 赤与尔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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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加拿 七个教会 就是这餐教会了 我转过身来 要看见谁发现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针台 针台中间有一位好尽人子 辛酸长衣 直垂到脚 空间触摘金带 蛤壁头 乳法佳白 乳法 乳法 仰无如雪 眼目如伏火焰 脚好带在 爐中 顺悟光明的虫 声音而同众水的声音 蛤右手拿着七声 从蛤口中出来 一把两日的路线 千万如同烈日放光 好了 帮助大家拍摄这一种 他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些东西 有个声音在从蛤口中说 他就看见谁跟我说话 一转过来就看到七个金针台 七个金针台 就是七个single的灯台 可以吗 就是一盏东西上一支蜡烛 七个排在前面 灯台中间有一个好似人子 我不知道这七个灯台 究竟是不是圆圈围住 还是打环一字牌 他在灯台的后面走来走去 还是围住他 他站在中间走来走去呢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似人子 人子就是耶稣基督 用人的样式出现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空间粗畅这么大 后头发 就很白 如羊毛那么白 又好像雪 又好像雪 总之很白 头发和梳 眼目如同火焰 眼火爆的 有些火焰 好像奴中 铜本身就是judgment 但是现在是消毒了 是 是 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 是很难画的 但是如果听过一些 一些 后期制作的声音 的尝试 唱歌唱到好像天赖 那样声的时候 那些女声 但又转回做男声的话 就应该大概都 是什么叫做 声音 唱到好像海洋 那样去唱 听过很多人唱歌 但是在音乐 effect那里做完之后 你做到好像天赖的声音 很厉害的声音 不只是一些普通的人 那可能有这种声音的时候 就中水的声音 这个是 若汉尽力去 根据他 是渔夫的性格 其实背景呢 尽力去描述他所体验的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 出来一把 两刃的尼剑 咦? 口了一把剑出来 咦? 咦? 怎样说呢? 我这点看这一样东西 不会太过 是一个异象来的 他都指一个Vision 在个Vision的底下 我们可以用梦境来 compare 可以是一些超越 我们 physical 的看法 对不对?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 就较到在他脚前 好过弹尼尼很多 弹尼尼尼复到之后 还要病 病三天,病幾天,幾天都能拋牆 又不用瞎眼 他摸在腳前,其實很直接的,像死了一樣 直接Drop and Date 他右手就按著我說,不要懼怕 首先的,我先說 所以是夢境 所以在夢境的世界裏面 是可以見到一些,不應該是眼睛見到的位置 所以不可以當它完全是一些很flash 和觸感的東西 你要當它是一個3D眼鏡裏面,一直在看一個Vision 眼裏面那個人 又是你自己 所以你又會看得到你自己 不要句話 我是首先的,落前後的 人也存活的,我曾死過 但是耶穌基督所介紹自己的時候 是用Life來介紹的 我不是只是Murray Exist 我是Life and Living 所以你發覺上帝的性格 神子的性格,或者人子的性格 是有一點不同的 人子擺出來的Position 就是,我是有生命的 我是存活的 不只是Exist 我是活著的 我們今時今日都看到很多兄弟姐妹都說 你存在一定是活著的 你是不是一個存在就OK的人 不是的,他說我曾經活過 我曾經死過 現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遠 為什麼?因為 約翰是趴在地下 是很像死鳥 死鳥就是等於他沒有生命 所以他說 你放心不要懼怕 我是那個有Life and Life and Life的人 你怎麼死都死不去我的Life OK? 還有都告訴你 我是拿了死亡和陰間的鎖匙 死亡和陰間的鎖匙 在我手上的 所以你要把我看見的 並現在的事 並將來的事 都必寫 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所以因此我知道啟時錄 見到的異像有幾樣東西 當時看到Visions 的事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現在的事 當時都可以發生了 不一定下下全部廣播世 並將來的事 將來的事會發生的 你都全部都給我寫出來 是耶穌叫他寫的 順道你所看見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個金燈台的奧基 那七星上是七個教會的主席 七燈台就是七個教會 就是說 你看得到我的異像 我可以解釋給你聽 在右邊那裡 你看到我手上拿著七顆星星 它就代表了七個 七個金燈台就是七奧基 七個金燈台 七燈台就是七個教會 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事者 七燈台就是七個教會 所以星星和那些燈台都有個意思 他在燈台中游走 他在燈台中游走 在七個教會中游走 在這七個教會中游走 就是那個教會的負責上帝說話的那個人 知道嗎 這七個是在我的手裡的 但是這七個都是我中間游走的 我會臨在這七間教會裡面 但是這七個星星永遠都在我的手裡 所以這個項目就是 在耶穌基督的概念 或者在救恩的整個教會裡面 教會和那個使者 寫的Messenger是兩個分開的entity 學你說真的 你沒有看到哪一顆星星去哪個位置 但是全部星星在耶穌基督的手裡 但是每一個燈台都有一顆星星 但是他沒有說 一定要放那一顆在那裡 所以他們是兩個entity 繼續吧 下張 下張 下間教會 開始 你要寫上級 已不所教會的使者 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 好 等一等 接著來到第二章 開始講這七間教會 你就要看一幅 summary 的圖 就比較簡單 我發了圖給大家 就是那七間教會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地圖 之前有個表 是這張黃色的表 這張黃色的表 就會和你講完這七個教會的 意思 或者是radar 我們先去那個 藍色這幅圖看看 藍色這幅圖裡面 這間教會也有一個意思 以忽所這個字 本身的意思 就是not lasting 或者是 反過來 因為not lasting 就是彈花一現這樣解釋的時候 也是可以解釋 可以解釋 起外的 第一次起外的 第二個 叫做minder 的地方 的示蕪拿 就是bitter sweetness 全部這七個都在這個 這個位置裡面 第三間 叫做program的教會 就叫做divorce 就叫做離婚 意思 第四間 Taira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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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Tairatara 就叫做constant labor 不斷地去做事 constant labor 或者是guarding the door guarding the door 第五個叫做sardis sardis教會 就是oflash 就是熟肉體 就是熟肉體 Filadelphia 就是brotherly love phileo 就是愛 喜愛 Delfia 就是兄弟 brotherly love Laudesia Laudesia 的意思就是 人的judgment 人的 人意的judgment 這個意思 所以這七間教會 我的名字已經告訴你 它的特性是怎樣的 是啊 不關事 是七個地方的地方名字 哈哈哈哈 所以 沒有辦法 不是簡單 The church in the area 那個area叫Philadelphia The church of Philadelphia 是啊 上帝是預好這七間教會的位置 聲音都是漂亮的 現在就借他們七間教會的名字 如果這七間教會 當時 如果是這樣寫的話 這七間教會 都發生同樣的事情 那 就成就了啟示了 這七間教會的寫法 就 跟他的名字 和他所說的一切 都是全部 混合的 很驚奇 驚奇的事情 還有很多 比如說 你從阿當的名字 數到去羅雅 你是拿到耶穌基督的 新庭的事跡 是啊 有趣的 這些我講 我啟示了的時候 好像也有講過 啟示了沒有 有 我講啟示了的時候 一開始是講這些amusing amuse他們的 amuse他們 amuse他們的 裡面充滿拜博 那你講嗎 那你講嗎 那這次沒有講 之前我的powerpoint 是預好了 我都沒有講 剛才我們說六和七 我七這個字 其實是十二的一種 一個dimension的性格 耶穌在七個燈台中間 右走 如果這七燈台是打橫牌的話 你再想一下 他走的position 就是從右到左到右 你發覺如果他從最右那邊走 走到左邊 再走到右邊一個cycle的話 他前頭要pass多少支燈台 十二 十二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六五四三二 對不對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 加六五四三二 六五四三二 六五四三二 七加五十二 那就十二 為什麼有這十二的位在裡面呢 其實當你用七 as a dimension 七 as a dimension 成出來就有七七四十九格 那如果你其實在這一個圓圈裡面 走黃度十二公的十二個位的話 十二公就是十二清座 十二清座 不行 你走十二個位的時候 或者我們用了一個鐘 十二個鐘頭 這樣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發覺一個clock circle走的時候 你橫看的時候 就是他右走七個燈台的一次 所以其實七和七是可以形成到十二的兩個Dimension 而十二本身就是 擁有這個team的一切 一個basic number 十二個鐘頭 十二個時辰 十二星座 十二個方向 十二個月 十二本身就是我們主持人的概念 十二支牌 第六個作人 我想是這樣 而為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 约翰自己說的後面 是一個人數 是一個人數 我想他講的是 一個猶太人的知識 那就知道 七是完美的事 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電腦裏面 我們都知道 七這個號碼 就是 最好的號碼 01234567 剛剛好八個位 好 所以 這個Efficient 以忽所教會 那個名字本身就叫做 Not Laughing 即是說 吳長狗 吳長狗 他的名字本身就叫做 吳長狗 你看一下 那個名字叫吳長狗 他來了 你要寫信級以忽所教會 說 那右手拿著七星 著七燈 金燈台 衝行手說 所以 這七間教會 耶穌基督講的時候 那個 講的方法 一定是先介紹自己 用七個不同的方法 介紹自己 是 Address 回那間教會的問題 而那間教會的問題 本身就正正是他自己的名字 這間教會本身就是他們所相信的 所投入的東西 是Not Lasting OK 信一下信一下 嗨嗨嗨嗨就走 就沒有了 耶穌就介紹他 喂 你看一下我是誰 我是右手控制住 你那七個 Messenger OK 在眾教會裏面行走的我 OK 而在七個燈台中間行走的時候 我就會想好那個Clock Cycle OK Clock Cycle告訴你 我不是一次過 Visit去你的教會 如果我在七個燈台中一路游走 再游走 再游走 我會再看你 為什麼你會一時一刻 就會放屁呢 我知道你的行為 盧鹿忍耐 盧鹿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力 你一層次 驗那是天雲仕途 佛不是仕途的 看出相迴是假的樂 你也能忍耐 神為我的名牢鼓 並不伏見 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開了 所以應當回想你 自從那女墮落的 並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想到你那女 把你一身台同年處羅去 而你又還了一片可悔的事 就是你幸悟尼哥拉一港人的行為 此亦是我可恨悟的 聲明向宗教會所說的 或是凡有意的 就應當情 不正的 神樂必將神樂年中心無處的那種事 所以因此 這群人有幾個特點 第一件事他們很清楚 他們比較清楚的福音 但第二件事 清楚的福音之餘 他們就有起初的愛心 但愛完一輪之後 清楚的 知識上面 愛完一輪之後 就沒有力了 接著就 就開始 不會有起初的熱心 站著來做 但反過來 就是因為他清楚的緣故 起碼清楚的時候 一有一些不妥的事 他一看就看 做出來 是 沒錯 所以我的取向就是 看事錄是寫給末世的 為什麼末世的時候要寫給這七間教會呢 因為其實他後面那裡寫到什麼 他說 《聖靈向宗教會說的話》 《患有義的就應當庭》 第七節裏面 《得勝的我必從神》 《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自給他吃》 對不對 這個就是 他講到最後一句話 《聖靈向宗教會說的話》 但是很奇怪 其實這一個訊息 本身只是比起義不所教會 為什麼會跟宗教會說 還叫做 《患有義的就應當庭》 我不是說這間教會 但我不是說給他聽 我不是說給全部人聽 就已經告訴你 當時 縱使義不所是有這個問題 但我也想告訴你 在末世的日子裡 都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你看看我的黃色的表 你會看到有第二個項目 黃色的表 有第二個項目 就是他嘗試把這七間教會 時代化他 這一張 黃色這一張 你會發現 他把義不所教會 形容做 AD30-AD18 基督徒的日子 他的理由就是 當時是 叫做《Apostolic Church》 是使徒時代 使徒還在 他們當時的人物 就像這樣 接著他們嘗試 第二個《Smithel》 就是 他的名字叫 《Bitter Sweetness》 即是教會被迫白的日子 他就把 AD18-AD312的日子裡 基督徒被羅馬 被全部迫白的日子裡 既《Bitter》又《Sweet》 他就當是那段時間 接著發生什麼 發生 《Endowed Church》 就是十字軍的時候 AD312 我想也不是十字軍的時候 對 對 沒錯 所以他一路走到後面 Felidelfia 到 Loudicia的時候 他就相信 Felidelfia 是 到今時今日 一路到被提的日子 一間好的教會 而Loudicia 就是1900年開始 產生那些假教會 一路到大審判 OK 即是 留下那一班 因此 我就不是這樣說 我講的時候 他真的圖定了七個時代出來 根據History發生的事 和現在的取向 和將來的取向的時候 他就這樣解釋了 這七間教會是七個時間 但七間教會是七個時間 對我來說 不是很興奮 因為七個燈台 耶穌說在遊走的話 其實是Oxilating 對我來說是一種Oxilation 因為我可能是很會 中間遊走的時候 是Oxilating 而七和七的Dimension 就有十二個位格的時候 我發覺對我來說 就是末世裡面 一定有七個Style的教會 每一間教會 都是這七種Style裡面其中一種 而我發覺 今時今日的教會 真的只有這七種裡面 就包了 沒有一間教會可以出到這七種 所以我會說 在這七種不同的教會 他們會有這些問題 耶穌會對他們有這些勸告 他們也會有這些後果 所以其實我就是 第一種 第一種就是 很興起一開始 撐大了個頭 很熱心地去服侍 去到某個位置 那時候他們就累了 懂不懂 所以他們 沒有了起初的愛心的時候 就棄回教會 搞宗教 就算數 但他們並不是 不知道什麼是真 心還是有良心 嗯 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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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還要 嗯 還要 如果不是就做一做一做就好像 以不所教会,做到他一定是 做到你try up 了,那怎么做呢 但是也因为这些教会的问题是真的 如果比如说我的教会是 一开始很initiaty,很爱的兄弟姐妹 这样黏痴痘的传播音的时候 你的确是拿到那些信徒回来的 然后做一做一做,因为每次都是你们 很熱心地做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到很残 那开始就会不会简单点,较少少 那新的一帮就会想take over 但是新的一帮未必领受得到 第一帮的revelations 他们可能开始就做宗教 做宗教的时候,你上面那一帮 一看就知道不同的那帮人 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 其实这些是很general的 当上面那一帮人的热心 竟然可以跌的时候 下一帮take over的时候 然后就会产生这些 真和假的很大剂的问题 你继续踢下去,别人就会继续take over 没错,上面那帮人一定要继续向前冲 为什么要退下来呢?我想问一下 你什么叫退下来呢? 你退得下来,你起初就别走上去 他不是爱神的 是啊,他是太累了 但是如果他是爱神的话 你会习惯了 你的爱神那样东西 是看你怎样去表达 有些人表达的爱 是表达得很 很劳斯动众 很伤你的力量 那当上帝对你的爱 那个streaming 被你自己对上帝的爱 overram了的时候 你日不夫之 那你便很快干脱了 那如果你有什么 堵空的自己 你便会 不一定的 人堵空 我觉得这些是一厢情的 你堵不堵空 都可能没有的时候 你堵空只不过可以面对自己的现实 但是我相信上帝不断爱你的时候 如果你疯狂地服侍上帝 的确是会阻止的 所以第一个channel就是 上帝有没有给你 第二个channel就是 你有没有 over-expansed 你里面的 那些心力呢? 反过来 我们觉得 你出来真的 take up上灵魂的 你不应该觉得 哎呀,我做累了 你就退下来 但是我很肯定 他们起初出来 但是我觉得 他们起初出来 服侍的时候 又不是真的那么差 是做了几年之后 所以你就 感觉到 Efficient 教会的问题 耶稣基督告诉你 其实我也明白 我知道你的行为 牢碌忍耐 我知道你有做过 I know thy work and thy labor and thy patient 我知道 知道 也知道 你不能容忍恶人 我知道 你知道那些人不妥的时候 你是忍不住的 你是Defense我的 不会compromise 是啊 是啊 而且他还说 他们这班人 是分成 一身是知道的 因为他们可以 认识到 那个使徒 是真的 是假的 你没有一定 你没有在恩典上面 有一定的 foundation 一个根基 你没有办法 识到对方 是真的 第二件事很厉害的 假的 不是假信徒 是假的使徒 是假的 是假的apostel 是假的apostel 使徒就是说 我要 理论上的使徒 就是 有个使命 就是要传福音 给你那个 就是当日 理论上的那十多个 加 可能几个 我就是说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 知道那些 原来是假的呢 既然教会 既然今天 在犹大书 我们看完 所以 为什么先看犹大书呢 因为你看完犹大书 你能够肯定一样 这个世界有假目字 有假目者 有假目者 他会写下 白字 黑字 白字 黑字 白字 黑字 黑字 都错了 anyway 写下 写下 不要再乱我了 很混亂 写下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 是假目者 好 我问你 你能不能够 以你今时今日的 信者来展示的日子里面 你够不够胆 看到一个目者 你说他是假目者 他可以 知道 你知道他的功力是多厉害 以批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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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好 你不是 说 挑战他的 法子的 圣诞 真是 哈哈哈哈 但是 这班人 一看就知道你是假的使徒 法子的圣诞 我不容许他做 这些恶人 在这里出现 这班人 挺厉害的 诶 今时今日就说 有个假目者来到 我能不能说他假目者 是 是 人家知道你 是 但是 你都 你都 跟他说 你是假的 你是有问题 但是 这班人是直接说 假的 抓他走 那些假都出汁 哈哈哈 这个是他们 那种 他们对 真 是 真正的 真正的 你根本是在传假的 我为什么要做 是的 因为他的键点很有趣 就是 You have tested those who claim to be a apostle 你可以试到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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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试会 倒油 是吧 自称为使徒 他不是使徒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就是说 你不是这样试他 其实你 你不是很看得到的 你都可以试他出来 所以这些真是高手 高手 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这些是信了耶稣的 一些的 言人 只不过他心 是没有再那么 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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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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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的 但是可以这么实在 是的 很实在 所以是蒙恩的一群人 这一群不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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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这一群不是犹太人 应该是和一群使徒 传过他的外邦教会 混合犹太人 我认为 因为很多犹太人在外面生活 是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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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教会 但是他们都会有犹太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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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亲手服侍过这些教会的人 这些教会的人 其实知道什么是真的 Gospel 或Jesus Christ 可能他们真的知道Gospel 或Jesus Christ 火热过一轮之后 开始 仕途不是身边之内 可能是屁了 不出奇 但是你一有些假假的怪怪的东西 他试过两次 就仰了出来 耶稣觉得 这个东西你都正的 我都是赚你的 都是外邦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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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错 有些不一定是 阿波罗开始的 有个神奇的人 在新洋人教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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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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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 其实比德那边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声音 说哪几道有几多间教会 在犹太地里面 那个福音是停射不战 嗯 嗯 嗯 其实是 借他们来发挥的东西 我觉得 可能当时他们也有这个问题 优太地里面应该是没有教会 优太地里面是没有教会 优太地里面是没有教会 就是可能 一路都是人信人人信人 那样去家庭职聚会 那些里面 可能没有一间 应该是没有 好像 在 地下教会 有可能真的有出名的教会 或者没有 因为当时基督教都是犯法 优太地里面是犯法的 优太地以外可能没有问题 他们拜诸神的 这地方 就是很多个神 什么 不是诸神 是很多个神 玩东西 雅典的很多个神 没问题 一个不多少 一个不少 一个不少 不会来搞你的 所以他有些好处 耶稣说 其实我知道 你不要好处我才知道 你也能忍耐 神为我的名奴虎 你的奴虎 并不罚倦 你也是继续加油的 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的 就是你 纵然你知道 你很努力去做 你现在不断去做 你现在还是继续做 就算你做的时候 你现在卸了做 你不是卸在行为上做 你是卸在你里面的爱心 对啊 你不是照回教会 照做那些东西 你里面那些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离弃了 forsake the love you have at first 为什么forsake the love you have at first 我觉得这个 Efficient的教会 我可以给他一个名字 就是叫做 失去了 爱的感情 好像两个人拍拖 但是教会是耶稣的老婆 耶稣是丈夫 很开心地在一起 但失去了爱情 却又继续在一起 没有了那种火热的感觉 就是说 你为什么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OK 你说得对 因此耶稣基督所说的 我明白的 我明白这些人性 但是问题就是 在感情里面 我不是说你错了 我是说 可不可以回到起初的爱情里面 那这种东西其实有mix sense 这个是人的nature 其实这七间教会都是人的nature 但是有人的nature的时候 我都劝勉你 是可以改变的 OK 所以他们说 你把起初的爱心 哦 离弃 离弃的意思是 你自己亲手去误释了他 即是你自己亲手情人节的时候 不想卖花 知道没有 自己扔掉他 为什么 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可能他们觉得 老夫老妻 对不对 大家都会觉得老夫老妻 OK 其实 又真的 当时他们和耶稣基督 我相信去到某个位置 又觉得自己老夫老妻 对不对 都不用那么轻 不如回来吧 不要再 继续老夫老妻 这些东西了 好 不要太厉害了 如果这些语识说 我们应该要先证 我们的主持 老夫老妻 不如抽出这些爱情 要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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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你不就是在 装装的时候 那种的推动力 就是你重现那种的爱情 所以 其实 他的意思就是 所以 应当回想 你从哪里堕落的 其实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一开头上耶稣 很火热 去到某个位置 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就会被其他 其实 为什么他撇弃了外心 其实他用了外心去换取其他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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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教会里面 是的 很多人很想信耶稣的时候 他就或者想做 很信耶稣的时候 很想服侍教会 他就用服侍教会 令到他的爱心减少了 不奇怪 比如说 有些人就很想去服侍 然后就去音乐 音乐那里做音乐 leader 然后 怎知原来音乐的人 里面很不合群 搞得你很躁底 越做越不开心 越做越什么 但是反过来 你越做越是leader 你就将一个 自己的爱心 换去了一种leaders 的地位 所以他就在这个位置里面 将自己的爱心 和识了 丢掉了 因为你去worship 上帝 你不是出着你自己 那种喜爱 去赞美上帝的心态 而是将你的爱心 trade off with some positions some skills some people 你在哪里 将这一种 trade off 就麻烦你在那里 要配改 行起初所行的 即是说 如果你上代leader 你发觉你的爱心 没了 麻烦你下来 不要做leader 知道吗 你不如 回到起初和上帝 很开心的日子里面 从那里执起你的心 从哪里带落 你从哪里 就要meta noia 悔改 悔改 不是说丢心口 悔改 就是思维要改变 难道回到教会 我懂音乐 就等不等于我 一定要做音乐leader 我不要将我爱心trade off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登台从原处拿去 将整间教会产品去 登台教会 七星就是目者 那其实呢 反过来 整卷书呢 跟 义弗所教会的人 说呢 一开始不是 整个义弗所教会 是 那位 你若不悔改变 你若要写信 给以色科 以不所教会的事者 明白吗 所以这封信呢 应该是 不是整个圣经的身体 而是 封印尼教教会 为什么你这个封印尼教教会 那位 那位 对 serve 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cool down 跌下了 跌下了 但是 你这些Messenger 就很聪明 你起码可以试得到 假的事图 所以是跟那个试者说的 就 make sense 说到最后就是 你记住 你身为上帝的试者 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心冷了 就不过你放下某些东西 拿回你那里 所以就不是给下面那些 普通的信徒 那你就记得到整个Message 都很make sense 好 但是 所以 识来向 所以 识来向宗教会所说的 话犯有意听 就应当听 每一个身为上帝的试者 都要想清楚 你是不是这一种的试者 你下面是不是这一种的church ok 得性的 如果你这个Messenger 得性的话 我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持久太后 我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持久太后 生命树 分辨是恶树 对不对 分辨是恶树 分辨是恶树得到的就是律法 或者是guilty condemnation 你有些智慧可以知道真真假假 但是生命树本身呢 就是跟上帝那种同在感 ok 一种Emmanuel 的生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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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我们听听上帝是怎么跟这个师姐说话 其实简单 就是 我 原本 我只是告诉他 听 不过你在旁边听到的话 你也想听一下 作为一个 好像景色 你就听咯 我跟他说的 我跟他说大力 但是这些是值得听的 是 那你就听咯 你看一下怎么apply 你自己看看 或者会不会你自己也检视一下 咦 我会不会都是一个 这样的situation 这样 ok 就不是说你一定要follow 没有这样的东西 因为其实你前面那个位置都说 这个启示箱里面的东西 不是要你去守 是你put in the heart put in the mind 所以你没有put in the mind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一看的时候 就会看到七种不同的人 在末世的时候都出现了 ok 那些目者 特别是 好 第二个 你要写信息 是梅娜教会的事者 是梅娜的意思是什么 是梅娜的意思是 是梅娜的意思是 prosecuted is bitter sweetness 是痛苦的甜 苦的甜 苦的甜 苦中大甜 苦中大甜 苦茶 哈哈哈哈 有个金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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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今也是 天的没囚的,死过游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尘困,你却是够足的 也知道那是听似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杀散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管理不用擦 魔鬼要把你门中间几个人擦在家里,让你不被试验 你不必受患难十日,你无要致死忠心 我就致及你那生命的观念 证明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语的,受应当平 得证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态 这个教会真的很简单 这一间就是受苦受难的教会 证会,受苦的教会 但在受苦里面,他的反应是怎样呢? 耶稣有没有骂他们? 没有,因为他们本身都已经很惨了 你都不用怎么去骂他们 所以其实是完全没有罵他们 他说,他们真的在受迫迫,受患难 但有趣的,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 耶稣介绍自己就是,我是首先我的幕后的 I have the first word for this and don't worry, I have the last word for this 你不要看你的患难 到最后一定有我给你的sweetness 我都死过又复活 何况你们,怕什么死啊? 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你的贫富 但我提醒你,你们是富足 起码他们觉得自己是经常受迫迫 觉得自己是很贫乏 也都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 他们根本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回的 那些以宗教为本的人 其实他们不是像上帝那样去批评你 其实,如果你要批评到今时今日的church 这间church像是一些 经常被一些所谓正规教会 经常逼拼的 好痛的 很痛苦 对 所以,我想他真的会被他们 批评到 批评到他们可能又是异端 其实这群本身的人 迫迫你们那群 都本身不是属上帝的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 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想是真的去到身体的境界 这些 但是那群人 没有把货币分享给对方 他都未至于会逼迫对方 这群人就会逼迫他们 会毁谤他们 而这群人最有趣的是 他们会自称自己是犹太人 自称自己是犹太人 不是一些外邦人可以做 你看有个印度人说自己是犹太人 没人会理他 真是犹太人 却自称是犹太人 指着自己犹太人 但是在上帝的眼里 他们根本是撒旦人的一群人 他不是真犹太人 就是他们真的 在社会里面是承受一群犹太人 但是在上帝的眼里 这群人根本是撒旦的 仙尼角的人 撒旦一会 所以因此 反过来 他没有说我是撒旦一会的人 这样来 这样来 你和他说话 因为撒旦一会的人 已经不是一些社会里面的 就是说 上帝讲什么 或者耶稣讲什么 很简单 就是说 这群人是犹太人 但是他自称犹太人 就是他以为是犹太人 之为 整天去毁谤你们这群人 言语上去毁谤你们 因为他们这群人根本不是真心的犹太人 这群人根本是撒旦的人 为了其他利益的缘故 一直在攻击其他教会 这些就是被攻击的教会 你们将要受的苦 你们不用怕 我说你懒惰的 你们这群人 但是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 几个人下在监虑 其实为什么这一间教会 会有这样的情况 耶稣为什么要跟这一间教会 那个使者这么说 因为这个使者真的有问题 这个使者 觉得自己是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就是说 这个使者觉得自己是 会遭遇患难和贫穷 这个使者本身是相信患难和贫穷的 耶稣提醒你 其实你是负足的 但是你求人得人 心里经常说 信耶稣就等于大长监 那样 信耶稣就要患难 信耶稣就要受苦 你信到这样就没办法 那你自然就会 你所信的东西就求人得人 你的信 我没办法不给你 但是又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你确实要清贫 刚才就给你清贫 接着你受很多迫迫 很多委屈 大长监 我就安慰你 我安慰你 没错 信得苦劫 所以因此 为什么那些学者 就将它 迫在清教徒的period里面 清教徒的period里面 他们就很穷 又经常被逼迫 但是又很清高 但是又很痛苦 很大长监 反过来就是 你的信是这样的 所以就提醒那些事 其实你是负足的 你是不肯相信的 那你就自然会受着这些患难 那你也要有人给他一些患难 所以下面有些犹太人 知道吗 你要带龙奉 没有办法 你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你喜欢受的苦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监虑 第一件事 你要受苦 上帝不可以给你受苦 因为 上帝要看着自己的儿子的十字架 他怎么可以给你受苦 但是你要信受苦 你要拿些苦下去 就落手 一定不是上帝自己 所以一定是魔鬼 是你的信 让魔鬼 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不要紧要 既然你的心里 都这么清高 这么安拿 那么的力量 就让你玩大分金 继续下去 魔鬼要把你们几个人 中间下在监虑 叫你们被私恋 所以你这么喜欢被私恋 便受私恋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十这个数字 永远都是律法的意思 OK 是神给他的 但是 撒弹 下手 神不可以下手 撒弹下手 因为你的信的缘故 没办法 不是推他去动的 是他不会去干涉 很简单 因为你信 魔鬼做事 我只可以不干涉 政策 不干不政策 我看到一些很真的事情 基督徒 你想想 基督徒 初信信了耶稣 他真心相信 苦难之堂 他一生人会好少笑 他真的会觉得上帝与同在 他会哭多个笑的 见证都会多罗罗 对不对 可能拍完电影也不出奇 福音电影 那些事情 够惨啊 对吧 我不知道他的微笑 从哪里来 他真的会这样 这些是事实 我觉得 是不是上帝在后面奇奇笑 上帝都不会开心 不过你真的会传到福音 哈哈 哈哈 没有说 你喜欢 我觉得你喜欢 上帝都希望我们幸福 也为我们死了 那些事情 都不会上帝都 有任何事情 做得到好的 你可以不拿的 你可以用惨情 因为市场的需求 你去玩 你去玩惨情的 玩惨情 就会得到市场的market 对吧 是啊 但记得你一次很尊重 哈哈 哈哈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市场需求 如果人是为市场需求 愿意把自己放在那些位置 那些seconding reason 就好像这个 牧者 因为他们是那个 使者来的 那个教会的使者 你是这样 带领整间教会 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的确会产生很多 很多 我们前面那些media都出来了 那你发觉 你起初很喜欢看的 那很多人就喜欢这样看 可能我们到现在就不喜欢看 但是我们以前喜欢看 就是说有一个market在那里 所以其实 也没有说 我都会觉得 一般的 但是无论如何 福音真的 广传就出去 他们真的有更多的人 可以相信耶稣 无论信得好不好也好 他们就相信耶稣 哇 好 当然 是 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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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已經很判斷了 現在整個人說過關卡 我整個人感情都關卡了 他現在還活在我裏面 我覺得他喜歡 有什麼意思 Sickoning 是人性的 不是Sickoning 都是大多數的嗎 即是你無線買到 其實只要買大象金回來收多少 如果買一套 HAPPY EVER AFTER回來 又會有多少人看 即是大象金多些人看 對呀 對呀 人性一直都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聖人就很少人 所以聖賢就只有幾個 OK 你們必受患難十天 其實上帝也不想受得太厲害 你們沒有要致死忠心 Faithful unto death 我就刺給你們生命的冠冕 所以耶穌基督是很妙問妙答的 他在說什麼呢 他不是說 你們無要致死忠心 我就刺給你們 我就刺給你們生命 死不去 不是呀 你要致死忠心 我就給你一個crown of life 我給你一個冠冕 你這樣去到大象金 下到尾都是為了你要 有一個冠冕在上面 我刺給你 是呀 耶穌是很fair的 你 好妙 好有意思 你要什麼 我又 我反過來 你要什麼時候 我才問 你所要的東西 是不是很邪惡 又不是 你要受苦受難的目的 要經歷上帝 你要受苦受難的目的 經歷上帝 那你也想拿獎賞的 既然是這樣 我給你獎賞 你 給你咯 不是呀 我覺得耶穌是真心給他的 因為他們真心求 他們真心乃耶 真心乃他 的確是 所以因此你看看 他們 必受患難十日 這些就是全部行為上的試煉 你要講行為 治死忠心 你要講行為 你不去行為 你的行為帶來信 高 即是不會說 你不恩信清義 我想這些人本身的信 已經是這樣的 在這間教會裏面 他要這樣信 他就要這樣的後果 到最後要這樣的結果 他得到這樣的獎信 就去掉了他 我搞不定 因為你本身就已經是 先這個pastor 那些人 如果去到某個位置 人性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上帝都很无奈 但是他反过来就问上帝可不可以不认可 如果他真的这样信苦难 去胜过苦难至死忠心 上帝可不可以不认可 上帝都尝试把保罗放监 放出来的 上帝都尝试叫彼得不要再向那边走 但是他们就是要为了这件事 继续向那边走的时候 其实反过来他们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但是上帝会享受他们的选择 到最后他们就这样信了道 我不觉得上帝会觉得很开心他们信了道 这里有没有问题 放心放心 有很多这些囊囊的问题 没有电,断线,上不了东西 所以去到某个位的时候就是说 去到某个位的时候 纵然上帝不是上帝原本很漂亮的计划 众使徒都决定用他最殉道 而的确他殉道带出很多人的相信 的确这是一个行为 我相信他不是想行为清义 而是想行为 牺牲了 才换出福音的果子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也一样 你的senior pastor都信到这样 你整家教会都没有人 不是这样 到最后你要的就是生命的冠冕 因为我给你冠冕 是上帝真心的给他们 那是不是上帝很喜欢 我觉得不是上帝喜欢的方法 但是你既然敢相信的时候 的后果我也是说 我会给你一个生命的冠冕 正来向宗教会所说的 凡有意的 就应当停 得性的 这笔手第二次死的 不用怕的 你死就死一次而已 永远那里是不会死的 怎么办 啊 哦 没有被跌 第十二子 你要写信 别加摩 别加摩是什么 别加摩是 别加摩是 哦 绿爆了 别加摩是分手 是离分 离分 這件事是離婚,離婚就知道什麼事了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都好像拍拖 一開始很火熱,冷卻了 接著我為你犧牲,分手 離婚 會斷的,會斷的 所以他用時代來寫,去到某位 因為清教徒時代之後 被迫伯的時代過了之後 就到十字軍,虛偽那些時代 教會炒大了那些時代 都會有些貓車在那邊 彼加摩離婚,看看他怎樣和耶穌離婚 哪有兩人來見的說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處 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排拍在你門中間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襲之時 你還堅守我的命,沒有棄絕我的道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 因為在你那裡有人復復了巴蘭的教訓 這巴蘭層嫁到巴蘭 將半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們踢製偶像之物,行奸人的事 你那裡有人照樣復復了尼哥拉一綁人的教訓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 我就快臨到你那裡 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門 聖明向中教會所說的 我凡有意的,就應當同得勝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馬那千匹趴 並其他一塊白石,石上仔的生命 除了萬年受的原來,沒有人能認識 這一個教會就叫做離婚教會 和耶穌基督離婚的教會 那是什麼呢? 是這樣的 有兩印利劍的 剛才在之前的疑障拿在一起 兩印利劍從耶穌基督的口裡出來 也有很多地方告訴你 耶穌的口裡的說話本身就是那幫兩印利劍 也在其他福音書裡說 上帝的說話 上帝的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也是兩印利劍 說出來的都是上帝的道 或者耶穌基督的說話 有一把很強烈的劍 叫你們告訴你 當它描述這把兩印利劍的時候 它描述它為一個準確 因為它說 就算骨和骨髓中間都可以浮開 即是上帝的道 是清晰到某個位置是極度之細 人是沒有辦法去混亂得到上帝的說話 所以因此 什麼叫做離婚呢? 為什麼是離婚呢? 如果耶穌是男士 如果教會是女士 他們結婚之後 這個婚姻就是新約 他怎麼跟耶穌基督分開? 這個女士怎麼跟耶穌基督分開呢? 理由只有兩個 第一 就是這個男人在外面做錯事 這個女士因為很生氣所以分開 第二 就是這個女人在外面做錯事 所以他就會跟他分開 第三 就是這個女士做錯事 這個男人想跟他分開 這個女士做錯事 但是男士 男士便宜了他 第二個就是女士不要男人 就跑去跟另一個 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是 女士想 男士自己走 那好吧,有四個 四個說完 但耶穌是沒有無問題的 哈哈哈哈 所以 耶穌在 inj 2 4 中也不会 第一 耶穌不會其實他 他的 *** 教会不会的 没理由 动机都不要说 理由都找不到 第二件事,他也不会做错事 所以你没理由恨到他 第三,就算他做错事 他也不会丢他 因为教会本身就是这样 所以只剩下第四个选择 第四个选择就是你自己跟了另外一条路 丢下耶稣基督 怎样跟另外一条路 怎样跟另外一条路 何西亚 何西亚 何西亚的老婆 怎样丢下何西亚才知道 何西亚的老婆 怎样丢下何西亚才知道 跟了另外的男生出去滚 是啊 但他真的喜欢他的 真的喜欢他的 真的要等他老婆回来 是啊 所以 你真心喜欢你才知道 那就是 耶稣真心喜欢你 是啊 他真的要等你回来 你跟第二个走 我都等你 到最后一个想法 就是你能够跟耶稣基督 在这段婚姻感情里 脱离耶稣基督 一定是你自己跟了另外一条路 就丢下耶稣基督 全部都是你自己 没错 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信了其他东西 你信了其他东西 你信了其他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觉 在罗马书里面我们说的话 能够毁灭耶稣基督的福音 只有两种东西 第一种就是 ungodliness 就是以律法为本的虚偽宗教 第二种就是 那些迷迷糊糊的 说法 那些叫wakenness 所以你一定是跟从了 另外一些学说 而撇弃了耶稣基督 跟你在一起的爱情福音 你当福音就是 耶稣基督和教会中间 一个爱情的撇合 你要撇弃耶稣基督 和他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跟从了另外一套 以为是福音的东西 将耶稣基督给你那套福音 撕裂了 因为神的道本身是会跟你说 究竟福音是什么 即是说这种誘惑迷话 就会说 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这样的 但是在说另一套 你就跟随了在那一套 但是耶稣说 我起初不是跟你说过什么 清晰回头 所以这些爱情故事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我知道你现在住在哪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对不对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伯在你门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 被杀之时 福音我的福音 竟然被你这个sinder pastor 下面里面的一群的人 杀死了他 你还坚守我 我所杀的时候 你被撒旦 可能被撒旦 那些人杀了的时候 你当时还坚守我 我就没有嫌弃 没有弃住我 即是说其实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落手 但是他们看着上帝的福音 死了 被撒旦死了 你还震得住 你当时还是这样 说回撒旦的居所 一个叫做 那个教授名叫什么 David 大卫包申 David Ponson Paw Ponson 大卫红掌的儿子 David Ponson 教授说过这个地方 的确当时别加摩这个地方 后面的山头就是宙斯庙 所以其实他就怀疑宙斯庙的地方 就在那个山头的地方 真的有撒旦的居所在里面 他就这样解释 所以他的住处本身就是有一个撒旦在里面 撒旦在里面和律法在里面两回事 撒旦在里面充满了迷惑的气氛 充满了误度的气氛 所以他产生了很多 所以他有一个忠心的仆人 他说忠心的不是仆人 而是见证人 不断地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真实的人 在当时撒旦势力的地方被散的时候 你都坚守我没有? 没有气绝我所跟你说的 然而我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不是就是一件事 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 对不对? 服从巴兰的教训 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说什么 在犹太书里面说以前巴兰的事 巴兰的问题 巴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你去诅咒别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将一些上帝不起悦的女子 介绍给以色列人 去跟他们一起生养 将他们纯种的犹太人 用一些女子去运动 对不对? 而巴兰当时第二件事做的这件事 就在后期里面做了第二件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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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忍 但是他有个intention在后面做什么 他是特意要去 保护上帝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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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从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 这里都说了 这巴兰曾教导巴兰 将叛脚食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就是这些的交友 对不对? 因为这些女子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会带他们去吃西偶像的物 行奸任的事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就将他们和上帝中间的关系 用这些的手段 去捕虑了它 对不对? 你那里有人照样 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尼哥拉一党 这个尼哥拉一党 我暂时还没找到他是谁 但是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因为MV5语文有说的 You also have some who in similar way are cleaning to the teaching of Nicclatans those corruptors of the people which think I hate OK? Corrupter 就是这个尼哥拉一党的人 所做的教训的事 目的就是要corrupt 你们这班人 那怎么corrupt你们这班人呢? 其实就一定会用这些迷惑的手段 去混乱你的福音 OK? 所以他有一些特别的学说 在Wickedness的底下里面 当时 Wickedness的学说里面 他的代表 他的表表者 就是 洛斯帝主义 洛斯帝主义 有很多神秘的主义 犹太神秘主义 将它混乱 Christianity的时候 其实的确是 令到很多人觉得 什么都没什么所谓 OK? 所以其实去到某个位置 就是说 你行教会也可以 结婚 结婚 都没所谓 这些都没所谓 那些都没所谓 很多学说 讲了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混乱了耶稣的福音呢? 会不会慢慢侵蚀了耶稣的福音呢? 一般在这边吧 诶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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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所以这些尼σ Crash 就是那些信用 是的 所以这些尼哥拉一党的人 不堪去鼓吹别人去蒙放信用 OK 慰的 我想慰的 也都是有他的背后的理由 OK 大家也可能因为社会的 需求那时候 你有些很纯正的 有些混混亂论的 因为社会需求的缘故 你可能会选择去跟从混混亂论的那些 因为他说的东西更适合 所以耶稣的怎样介绍自己 我就是一把伤的日子 我的说话不是那么不清晰 我说的不是那么大方向 是很细节奏的 就是说到最后是很合理的 如果我能够说得够透切 骨头和骨髓都中间跟你说清楚的话 你觉得这样才是很合理的 只不过他说的时候是没办法 用到一把箱的箭拿出来的时候 人家只会觉得你不行 这样才是世界仔 你是世界仔有一个后果 这样才是很合理的 双印的箭就是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所以当时的社会在这些教会里面 这些教会是什么教会 这些教会是一间喜欢迷迷糊糊 喜欢跟从其他学说的教会 又是这些 末世里面七种教会的其中一种style 他就是喜欢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就可以 所以 那些同志教会 我觉得起初 同志教会是ok的 但是你不要同志教会 同志到同志 到某个位的时候 什么都无所谓 那你到最后 什么都无所谓的时候 你到最后 你教什么鬼会 到最后 你都骗自己 是信耶稣的 你都不能够面对圣经里面那些字 硬要硬降 硬降过不了你自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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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当时 他找了七个指探 所以 我才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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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那群仕徒找了幾個寫,寫了幾個寫,去管理,幫他們管理解惠 他們當初這個理論上是真是順利的 這個都是他們進入去刷有機會這個所謂尼哥拉一黨 就是講這個尼哥拉跟隨尼哥拉那群人 這個尼哥拉當初就是,他就是當初七個寫 寫了一個 原本應該是OK,沒問題的 但是到後期他就開始去順了其他,或者去跟隨其他愛族的東西 偶像,拜偶像的東西,甚至去吃爆料的食物 所以就做了一些叫什麼? 跟巴南一樣 跟巴南一樣 就做了一些事情,去令到當時有一群跟著他那群人 覺得這個原因 這個 當時的聖書裡面,應該不是只有猶太人 如果不是只有猶太人,如果不去猶太人 那你跟隨其他親戚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是跟著他們去拜他們的偶像 或者其實本身不是因為累積,而是純粹是去行淫的 或者其實他本身根本不是說行淫,而是說你信了其他東西 信了就師廟,之類的 你覺得拜耶穌沒所謂,拜了就師,也沒所謂 那就混亂了,或者他是落私底主義的 其實耶穌不是一個人 耶穌不是一個人 耶穌是一些 floating spirit 之類的 在那裡說話的時候 不是這些東西 是完全將自己的 favor 變成另一件事 所以其實我就是說那種 wickedness 的東西 蒙糊化了,什麼都可以的那種 concept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信仰演繹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信仰演繹的 你敢相信,他也是敢相信 這些全部都是那種 wickedness 的 spirit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會說,其實你這樣就真的很無辜 因為耶穌尊來沒有向人向善 他是接納罪人 接納罪人即是說 You are just as good as what you are 你是不需要向善的 你本身就已經是ok的 是一些很奇怪的思維來的 翻錯又有色面 嘩,行不行 這不是個人向善的方法 十八節 所以 十六節 所以你們 幫你悔改 repent or else I will come to this quickly 你的思維要改變 大佬 repent 如果不悔改 我就快不到你們 用我口中的劍擊殺你們 攻擊你們 剛才那兩個教會 他說我會再贏 這個人說 我很快會贏 我放了一聲 在外面禮首 用我的說話 我馬上來了 這個沒有禮物 我的訊息去擊殺你們 因為他們本身是 已經是順從了猶太人一黨 最重要 我們到最後 看完這些東西 我要記住這封東西寫給誰 這封東西寫給那個教會的sinepasar 就是那個教會的sinepasar 角落到這樣 還跟你客氣 我擊殺你 是呀 這個人 是呀 之前那個人說 如果你不改變我 下面的church 我就幫你拿去 哈哈 第一個 只不過說 你不用再做這間教會的牧師 或者這個message 我cancel了這間教會 我拿走你的胃份 第二個 你不要怕 你捱過他 你死了他也不用怕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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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我口中 我劍上的真理 的福音 去擊殺你 我沒有說擊殺他 fight against them with the sword of my mouth 聖靈向宗教會所說的 凡有意聽就應當停 得勝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馬拿 自給他 是啊 你要改變 不可以再胡混混 你想想 在混亂的教會 胡混混的教會 醒覺 堅持 有得勝 他那種sharpness 就會很厲害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隱藏的馬拿 在哪裡 the hidden manor 在哪裡 我們現在還有一罐馬拿 還未壞 在藥櫃裏 哈哈哈哈 藥櫃裏 不知道 藥櫃裏 這些藥櫃裏 這些藥櫃裏 隱藏了 我將隱藏的馬拿 應該其實 我懷疑在莉莉味裏 在藥櫃裏 那些藥櫃裏 可能是Repica 在古城里尼尼尼裡 因為應該 第一應該是 那 尼尼尼尼就是 阿術巴比倫 巴比倫 巴比倫的時候 攻打整個 以色列國武大的時候 他是 spoil了聖殿 而他們 巴比倫裡面 那個 拜偶像 和拜神的習俗 是很狂熱 抗熱到後期很混亂 都不知道為什麼 手癢癢 又不夠人打 人瘋起來 可以瘋到 以卵擊石 就去 跟阿術打架 然後 就被阿術 再一次殲滅了他 殲滅了他 不要緊 阿術就是派 派他皇帝的弟弟 去 接管巴比倫 誰知道 他弟弟 一進了巴比倫 之後 又痴痴地 又去打他 大哥 我自己很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Round 2的時候 阿術的大哥 一下就 剷平了整個巴比倫 阿術 阿術 最後有巴比倫 阿術 那些 那些 就會 沒有了 最後 自平了 所以為什麼那個位置 這麼混亂 可以痴痴地 我相信 藥櫃在裡面 上帝在裡面的時候 就什麼都可以發生 所以 他腦走的時候 我想大概會在那個位置 第二件事我相信藥櫃 不是 不是 我們幫人敢 去亂按 把他燒了 我會把他燒掉 可能在那裡的底下 那裡 很多地方都不能挖 不知道 那裡 不知道呢 哈哈 可不可以 隱藏馬來 應該可以吃 隱藏馬來 應該可以吃 哈哈 他剛剛的腳 不小心 哈哈 隱藏馬來 像他 隱藏馬來 你可以說 一種神秘的供應 一種供應 給你的概念 但是或者 它是將藥櫃 馬來不是大能者的食物 大能者的食物 明白嗎 第三件事 隱藏馬來 可能是耶穌基督那種永生的力量 因為耶穌基督很比馬來 那個身體是可以吃的 我想的是這個 其實本身是這樣 因為生命樹的果子 其實也是他的身體 哈哈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都說不用死 都是神明 都是說耶穌基督的生命 所以我覺得 像耶穌基督的生命 是 隱藏馬來 第三件事 可能是 藥櫃的秘密 上帝和人 納藥的秘密 裡面的空間 或者我會把他看事給他聽 或者真是那一罐隱藏馬來 給他游 哈哈哈哈 不是的 我覺得當一個人 如果可以在一個很混亂 的學說裏面 sharpen 了 配改回來的話 回去 基督的教育的話 他可能真的會獲得一些奧秘 上帝可能真的會送一些很強烈的奧秘給他 隱藏的馬來 可能是一個hidden revelation 上帝的一種supply 或者可能是一種 身體上的醫治 或者可能是 一些很強烈的東西 一些hidden knowledge的東西 但這些一定是一些很supply 能夠 實在地改變你生命 身體的東西 一些奧秘 刺給他 並刺他一塊白石 因為它是混亂 白石 石上寫著新名 為什麼有這樣的白石呢 很簡單 其實當時有一個習俗 當個判官 法官 去審判一件案件的時候 到最後 在他的袋裡有兩個石頭 一塊就是黑石 一塊就是白石 一塊就是白石 黑石就是 guilty 白石就是沒有了 那他會刺給他一塊白石 就是 Declare 除了你這個signal pastor 沒有人會知道 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你為什麼這麼混亂 在學識上這麼混亂 你會不會因為其他學說 以為其他地方有很多奧秘和智慧 你會浪費到那裡 你會浪費到那裡 對不對 相反 如果你調整上帝的說話 上帝就讓你得到一個最正的奧秘 去支援你的生命 證明你的公義之餘 還有一些除了上帝和你之外 沒有人會懂的東西 對不對 有一個上帝的新的名字 你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你要寫 你要寫給推阿推拉 推阿推拉是甚麼來的 推阿推拉 離完婚之後 下一個就是 不斷地去做事 是啊 離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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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回頭之後就算了 多點和你煲湯 要補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 所以說 之前有婚愛情 現在就回來 玩婚姻了 所以就狂做事了 哈哈哈哈 你一定想玩婚姻 你是其中一個派遣 玩婚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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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了 做一些 做事 所以這一條 這個教會 就只是只做 而已 這一條人就是 整天都在做 只是以做事 行為清義的事 是啊 可能更差 It's all about labouring 咦 眼目如火焰 腳上光明紅 的神 之此說 即是告訴你 我看得穿人的 哈哈 你不要只想著 做事就可以騙到我 腳上光明的 童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做表面功夫 我真的腳有完全的 trial 是 我是廉政的 好 我知道你的行為 愛心 信心 勤勞 忍諾 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這麼多 哈哈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答給你 就算你容釀那次清善先知的苦人 爺仔別教導我的苦人 引誘他們行奸人 劇製偶像之謀 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 他卻不肯悔改他的人恨 可能我要叫他我 扔我在床 那世與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們 同受大患難 我又要殺死他的黨內 要眾教會知道 我是拆看人廢苦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行為 報應你們各人 至於你們推下推 勒其餘的人 就是一切不從那教訓 不曉得他們素常阻 說殺但深奧之理的人 我告訴你們 我不將別的暫止放在你們身上 但你們已經有的 總要持守 直等到我來 那德聖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自給他權並制服列國 他必用鐵像管轄他們 將他們遠同搖壺的雅氣打得粉碎 將我和我父領受的權定一樣 我又要把神聖刺及他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意的就應當定 這間教會是否很有趣 大概都不知道要讚他 唯一一個key point 就是這個女人叫做爺仔別 Jesabelle Jesabelle在舊約的時候 就是那個王太后 王后 王后 王后的case 是拜巴力的 Jesabelle的bell 就是巴力 Jesab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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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時和伊利亞對侶的時候 就是伊利亞 伊利沙 伊利沙徒弟 伊利亞 和伊利亞鬥陣的時候 就說 誰是先知 誰是真神 就服侍誰 所以耶細便很出名 他的概念就是 被 伊利亞 當他殺了他 在 誰是神的case 殺了那些先知的時候 他就 要確定要伊利亞死 伊利亞 他大聲說 伊利亞很害怕就走了 所以 自稱是先知的婦人 Jesabelle 其實她就是 巴力的先知 引誘他們 行奸淫 吃偶像 芝蜜 當時就說他們是 吃巴力的祭蜜 但是 反過來 我給他悔改的機會 我給他 憤怒的機會 他不肯悔改 他的淫恨 我見他 餓病在床 我覺得行人的藥不悔改 所以我都叫他 有些問題 所以究竟他究竟行的什麼人 在Jesabelle 裡面做的什麼 我們知道的東西 就一定要加上他的名字去看 他既然叫做 concent labouring 即是他就是 相信 labouring 而根據我們之前 所說的 羅馬書 的福音 能夠 將 福音 毀滅的 有兩邊 第一個就是 迷迷糊糊 那一班 recognis 第二班就是 ungodliness 所以 之前那一班 recognis 那班 我們之前教會說 這一班就是 ungodliness 充滿了宗教裡面的儀式 卻不是真心的相信 所以他會產生很強烈的 行為清義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一種 這一種 Jesabelle的說法 就是 這個人告訴你 信仁蘇不是恩信清義 信仁蘇是行為清義 所以你們一定要做 去做 行淫的意思就是 你在這些行為和儀式裡面 不斷地幫你投入去做的時候 你在這些行為裡面得到快感 就會覺得這件事很正 就會很失控地 將自己投入在一種 行為的宗教裡面 而哪一個是對你的話 就像 Jesabelle下面的 那些 會毀壞那個人 哪一個人在他面前 說恩信清義 知道嗎 所以如果 重新這樣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耶穌如何介紹自己 眼目如火焰 我看得透你 不要只靠行為 他說好像光明同 神的兒子 就是說 我的同 審判的位 我是被審判過的 我是完全的 美善 你是做不到完全的美善 不要靠你的行為 你要追求完美嗎 我本身就是完美 你們永遠都不是完美 我知道你的行為 我知道你真的很多行為 I know thy work and charity 你真的做很多 and service and faith 所以你看看 來來去耶穌讚祂的就是 work and charity and service 就是做事、做事和做事 and faith and thy patience 五樣東西 你發覺沒有love 沒有什麼呢 Anyway 他還會說多一次 不開心 charity charity 善事 善事 做善事 這種的愛心 對不對 你的patient 都有 但是耶穌會再提到一次 你的work 是真的work得很厲害 and the last to be more than the first 你真的做的善事 或者做的行為 你的work 是越來越多 越做越多 越搞越多 越守越多 規矩 越搞越多 律法 真的 never the less 然後有一件事 就是責備你 為何你容許一些教育 在你裏面產生 耶穌不會 不喜歡人的好行為 但是耶穌不喜歡 講行為清義的道理 為什麼可以讓這個婦人 你身為 耶穌就罵一件事 你這個senior pastor 知道什麼是恩信清義 怎麼可以容養一個 道理 怎麼可以容養一個婦人 婦人就是一種的說法 學說 或者可能就是一個人 或者一個學說 在教育裏面產生的學說 怎麼可以容養行為 清義的學說 出現耶穌別 這個婦人 教導我的婦人 引誘他們去行淫 吃製偶像之物 從他們那些假的行為裏面 得著他們的餵 得著他們的地位 去有很多的享受 是 耶穌別不在 耶穌別也不在那時候的時空 耶穌別在舊約 不會在啟事樓的時候出現 所以行為 和行間人和吃製偶像的物 都是當時耶穌別 舊約的時候 在巴力的時候出現的 和當時 說的時候已經不在那裡 所以全部都應該是比喻來的 OK 如果耶穌別是 說行為清義的話 那麼 吃偶像之物就是 因為行為清義而得著的 利益和食物 行間人就變成 你還行為清義裏面得到的快感 不行 我曾經給他背改的機會 我曾經給過一些宣告 這個法律的人 一些重新改變的思維的機會 但他不肯背改 但你身為一個宣布 不可以容許這件事 看來 我已經叫他餓病在場 你要做到隻狗 我會直接把他的行為 牢碌到他去某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會睡在病床上面 那就是和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就是要靠行為清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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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用你的行為 要不斷地越走越多 你越走越多的時候 你走不到 我會逼到你再走的時候 你就會病 你再繼續走 你再繼續走 我會說 你一定會因為你的行為 產生很大的患難 不是 絕對不是 是 因為他要借 爺洗別和巴黎 的題目去講一件事 這樣就全部要 當時的東西上面 他要殺死他的黨類 原文是兒女 殺死爺洗別的兒女 即是這些行為清義 所產生出來的那些下方的人 那些第二代 上帝一定會被關掉他們 我覺得有的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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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姆蘭什麼事 詩姆蘭信去古蘭而已 不是去出行為 不是 古蘭是人家側向我 我要繼續走的 你呢 不是我自己 要 越搞越多的規矩 宗教出來 知道嗎 那些側下去 因為他的信的緣故 會搞到很多東西 殺到埋來的時候 他這樣去經歷過他 那其實 和這個明知道一個 道理的時候 但是有一隻叫爺洗別的東西 在旁邊呢 不斷在鼓吹行為清義 就不是叫你仇虎仇眼 叫你做很多東西 你做很多東西 才叫做好的時候 那太多從這些 所產生的果子之意 出現的時候 你就從恩信清義 越走越遠 而你這個信的法 就要容許 他這樣去生長 所以上帝就在罵這個人 因為你鼓吹行為 然後就會有些鼓吹行為的人 走出來 就是這些人 去到某個位的時候 就是說你既然要這些 這些東西 上帝都會用這些東西 去到某個位置裡面 去擊殺你們 知道嗎 上帝要最後去擊殺他們的時候 是要叫宗教會都知道 我是那 擦看人 廢虎心腸 並且照你們的行為 報應你們的行為 上帝 你要這樣 你要行為清義 我就用行為 來判斷你是意 還是不意 所以就會給你報應 你就會 躺下 你就會讓全世界知道 你這幫人是從來不喜歡的 現在什麼什麼 這樣下去 跟善美娜不同 跟善美娜不同 善美娜就是相信 為上帝我是清教徒來的 我會受苦受難 但不是說行為 你可以說是行為上 但不是一些做得多的行為 而是頂得順的行為 又不是說清不清義 因為他只是覺得要捱過去 他們是信不到 恩信聖業 而是他們沒有一個概念 什麼叫做 我信到 我信到 我可以祝福 我信到有福分 我信不到有福分 信不到有福分 我信不到恩信聖業 但是他覺得 我受到恩信聖業 不代表我可以處理這個世界 我受到恩信 我要受到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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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根本沒有改變 他相信自己是可以相信任何生意 只不過他沒有辦法改變到現在環境 令到我自己可以一天反 按照 但是 這個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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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丙轨你不是,很多时候丙轨你,就是一巴车下去 既然你这样信,就用你的感信给你的后果 至于你们其余的人,就是对付先天派神,对付爷子别那一班 和爷子别那一班人,其他的,不关你们自己人 就是一切不信从那教训,就是你这班都怪的,不信这些行为清理的人 不晓得他们素来所说,撒旦心弘的独立 怎样律法,上帝灭前面,做什么 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但是放在你们身上 就是说,他们这班人,就因为他们所信的行为清理 我一定要压到他们死去为止 连你们这班既然不信从人,你放心 我不会将他们的东西押在你身上 我分得很清楚 但你们已经有的 既然你信到某个位置,受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总要自首,直等到我了 就这样吧,既然你们都没有referration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的 但是你又不信后会清理的 Good,继续忍住,送我回来 得性,有遵守我命令的,命令到底的 即是你是可以stand firm 不许给他们的异世别的教导,搞到你乱在路的人 我要切得他拳兵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管核他们,将他们如同 什么狐的? 狐狐的牙齿 As the vessels of a porter shall they be broken to shivers 即是将他们好像花枕那样扔到懒窄 Even as I receive of my father 你有权将这些东西押碎 我又将神星,the morning star给他 正如向宗教会所说的,说凡有意听 就应当听 morning star这件事其实很好报 morning star的人以为是 有些学说是讲耶稣基督 有些学说其实翻译morning star就是发败 是 所以究竟他用着神星 他又可以控制列国之余 还可以压碎那些小伙子的时候 他是用着哪一个神星 我是凶摸头的 morning star morning star大家是可圈可天去看看 所以其实 这一班人呢 就是这样的 他就算不信行为清义 但是他停留在一个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是纯上行为清义 而他就不制止这件事的话 你发觉那些就算不信的人是没有出路的 因为你在那个地图里面 难道你不断叫恩信清义 走出来 然后被耶稣基继续准备你 不行 不行的 morning star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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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 是掌管世界和crush这个世界的力量的国一边 是 没问题 因为耶稣基督都被认为一个morning star 所以其实 都明白的 你如果说 不是说路斯法 而是说撒旦的权兵 耶稣来之前 他有毁灭世界的权兵 但是耶稣一来的时候 他说阴间和地狱所写在我手里面 就是传统回来的 那可能是那个权兵 the power of destruction 这种教会就是那种行为清义的教会 现在讲到四间教会 后面加加文物 再前后一间教会 但我们都应该停 因为差不多三个钟